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Gentering 今天想跟大家用兩部相機做一個對比 這兩部相機都是我用的相機 我會將它們裝上同一隻的相機,拍一些相似角度的相片 應該會挺有趣的 這部Olympus OM10的飛林相機 它是一部飛林的單反相機 我配置的鏡頭是50mm 1.4光圈 它是可以換鏡頭的,但暫時我都在用這個鏡頭 我都覺得挺夠用的 它最大的問題就是它真的很大部 有時候想拿出來拍照會令到周圍的人有點不自然 而且它對焦的時間是需要比較長的 因為它用這個環來對焦 你每一次都要很用心去看清楚 否則拍出來的照片就會全部都禁止了 於是我就想找一下有沒有隨身攜帶 常生活都用到的一部飛林相機 於是我就找到這一部 這一部真的小很多 就這樣拿出來 就已經可以放進袋子裡 就算是褲袋也沒問題 其實因為我的手比較小 所以你都好像覺得它很大部 它還差不多小過iPhone的 但是呢,這麼小的飛林相機 拍出來怎麼會跟單反一樣呢 它配置的鏡頭是不能換的 這樣打開就會看到這個鏡頭 35mm 3.5光圈 它的光圈就比起剛才那個小很多 拍出來的時候應該會有幾大的分別 究竟它們拍出來的效果會有什麼分別呢 所以今天我就會拿這部XA2和這部OM10做一個對比 我會拍幾張相片 用大概同一個規格去拍這些相片 看看出來之後會有什麼效果的 如果你想知道就要繼續看下去啦 如果你想知道就要繼續看下去啦 然後再加進去只要不再拍照 4個粉絲 4個粉絲 8個粉絲 5個粉絲 3個粉絲 5個粉絲 5個粉絲 3個粉絲 7個粉絲 5個粉絲 4個粉絲 不知道大家看了這幾張對比圖之後有什麼感想和發現呢 我自己就留意到其實用OM-10丹反拍出來的照片 的確是清晰很多和光很多 雖然我也特意調校了一樣的光圈 但是看起來也有一定的分別 但是這幾張用XA2拍出來的照片其實我很喜歡的 就是因為它這麼小才可以拍到這些在地鐵餐廳裡的照片 而用OM-10拍的照片就是拍一些前清後蒙 或者環境非常暗的時候用的 而且我也留意到用這部機拍出來的顏色會比較淡一點 如果你看看黃色牆的照片是會很明顯的 總結啦 我也是覺得如果你需要拍一些很漂亮質素很高的照片 都是單反會適合一點 而一部隨身攜帶的相機就可以拍到一些很不一樣的畫面 希望這段片會幫到你了解一下不同相機拍出來的效果 如果你喜歡這類型的短片的話就給個like我 還有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啦拜拜